第七十集 不远处 秦凤卿有些不耐烦 双手抱胸 皱眉道 我正在淬炼驱干谷呢 招心你们来不就行了 非要我来做什么 社长是不是怕我驱干谷 淬炼完成 调扰他的地位 故意打断我的淬炼 坐在他旁边的是个女生 长得还不错 文言轻笑道 这话你和社长说去啊 若你来 是因为几位副社长 就你在学校 其他三瓶镜的社员 大部分也都不在学校 你刚做完任务 也该休息一天了 别成天闷着修炼 这样不太好 扯淡 秦凤卿骂了一句 语气有些烦躁的 我看社长 你就是嫉妒我 你说是就是吧 不过社长已经到四瓶了 你确定社长在怕你 四瓶 秦凤卿撇撇嘴 咕弄道 四瓶了不起吗 我很快也能见四瓶 秦 秦凤卿也不和他计较 语气依旧急躁到 王金阳的事知道了吗 一提及王金阳 武道社几人都安静了下来 牵前说话的女生咬了咬牙 没好气到 知道 那王八蛋现在可猖皇得很 正好别让我遇到他 秦凤卿烦躁到 别吹这些 别为你是女人 他就不揍你 当初被打的鼻青脸肿 好像不是你一样 我还准备驱干股催炼完成 去找他麻烦 现在那家伙横扫北方三品镜 社长这时候还给我找事做 我要是有实力 先奏姓王的 再弄死社长 旁边几人都急忙咳嗽起来 提醒老秦 别乱说话 王金阳是公敌 说了没事 社长可是中品镜 还是武道社的一哥 被社长知道了 少不得要以切磋的名义 让秦凤卿知道 华儿为什么那么红 而被揭短的女生 这时候也瞪了他一眼 气恼道 这话我肯定告诉社长 去不去 就知道抱大腿 要不是你跟社长有一腿 我也想揍着你鼻子脸肿 秦凤卿 女生气急 休闹道 谁跟社长有一腿啊 秦凤卿撇嘴道 真到我瞎呀 两人眉目传情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也不知道你们什么眼神 社长那种歪瓜里也走 你也能看得上眼 不就是四品镜吗 四品也无法否认 他长得丑的试试 找男人不找好看的 非要找得丑的 闭嘴 说这话的 不是女生 也不是其他人 更不是他们口中的社长 而是旁边的一位女性导师 这位导师见秦凤卿说话越说越没谱 呵斥了一声 轻哼道 秦凤卿 来了就安安静静看 晒废话 信不信我扔你出去 秦凤卿一脸闪闪 甘笑道 不说了不说了 这不没看到敏老师在这吗 早到您在这我能说这话吗 谁不知道 敏老师对咱们社长 那是刮目相看 敏月眼神危险地盯着他 淡淡道 继续说 我没话说了 秦凤卿感受到了危险的气息 急忙作证 严肃道 新生入场了 见他转移了话题 众人都松了口气 老秦自己疯狂作死没关系 再让他说下去 说不定他们也得陪葬 而此刻 也正如秦凤卿所说 大批新生开始入场了 一号操场 学生们三两成群 独自一人来的 大多都是一区的新生 其他几个宿舍区 四人一组的 一般是四区的 三人一组 大部分是三区的 方平走走看看 过了一会儿 想起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开口道 女生怎么安排 新生宿舍区总共就四个 那女生们住哪儿 傅昌顶奇怪道 你没看到 什么 一区有女生啊 傅昌顶惊讶道 你什么眼神 还说这些女生 长得太像男人了 二区三区四区 是女生住一起 一区都是单人单房 女生单独住 武大这边 部分男女住宿区 一方面是人少 另一方面 则是舞者不拘小节 有时候出任务 男女混搭 平时商量一下任务 交流一下修炼心得 同层次的 也方便一些 方便吃惊道 这样 我还真没注意 这话被 一区几位女生知道了 大概会找你拼命 傅昌顶一脸的无语 刚刚下楼的时候 他都看到有女生了 方便居然浑然不知 虽然看到的那几个 的确很一般 可人家明明有凶的 方便什么破眼神 方便有些善善 他刚刚真没注意到 主要是一区的女生太少 加上二楼下楼也快 他也没留意 等到了楼下看到女生 他也没想到 对方也住在一区 魔物还真是不拘小节 居然男女混搭 这个年纪的小年轻 赫尔蒙伯发 混搭着住靠谱吗 方便正想着 傅昌顶好像看出来 他的意思 笑呵呵道 也算是个考验吧 什么 定力的考验啊 舞者要耐得住寂寞 你自己又不是没修炼过 应该可以理解 我们的时间很紧张 催炼法 装功 战法 以及文化课 魔舞的文化课 和普通大学一样 不但有 而且更多 还有不少 舞科的专业知识课 可想而知 我们有多忙了 时间要多紧张 这时候你还有心思谈情说爱 真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在这上面 那未来的几年 你注定要比别人落后 还真以为有个女朋友就有动力了 占据了你大量的时间 别人又不比你弱 你休息的时候别人在努力 时间一长 你自然就成了吊车尾的 方平好笑道 学校就算考验 你给安培 些好看点的女生吧 现在这情况 我完全没心思好不好 服了你了 胆子够肥 医区的女生 大部分都是舞者 女生能修炼到舞者 可想而知 比男生付出的更多 这些女生可不是 柔柔弱弱的小家碧玉 方平要是敢在他们面前 这么调查 遇到个厉害的 被打得鼻青脸肿 毫不意外 傅长鼎想了想 又有些赞同道 也是 难怪学校不担心 我们沉迷在女色上 不过也奇怪了 我记得我认识不少女天才 都挺漂亮的 这次 怎么一个都没遇到 女舞者 家境都极好 从小吃得好 喝得好 保养得也好 富人家庭美女多 这可不是假的 美女和先天条件有关 和后天环境也有关 再好的美人胚子 吃不饱 穿不暖 皮肤粗糙 晒得漆黑 有点小嘎的豆 也不及时处理 时间一长 美女也成了丑女 富人家庭则不同 气质 眼界 着装 吃食 这些都会产生影响 只要底子还行 一般也不会太丑 除非那些底子就差的家庭 而且富贵家庭 为了改善基因 娶老婆娶的也是美女 一代代下来 基因也会改善一些 对富昌顶的话 方平不至可否 之前这家伙一副 急不可耐的样子 像是看过美女的人吗 二人闲谈间 时间已经到了三点整 主席台上 一个国字脸中年男子 忽然喝道 立队 操场上全是学生 没有老师 也没有老生来引导秩序 男子一声列队喊出来 大家先是有些茫然 接着才三三两两地排了队 队伍参差不齐 有些学生依旧在队列之外 站着聊天 没人训取 也没人下来引导秩序 三分钟后 国字脸再次喝道 几何时间一致 渠道者 为入列者 扣除二十七分 封门 伴随着封门二字一出 操场贴往门门口 几个穿着练功服的学生 很快将铁门关上 而那些还在队列外的学生 则是纷纷急忙 往队列里跑 就在这时候 国字脸冷喝道 都原地站着 一声呵斥 伴随的是 雄浑到令人窒息的 气血压迫 一号操场很大 大到千来人 也不过占据了中间 一小块地方 而男子站在主席台上 距离他们最近的 都有十米多远 后排的更是距离 他数百米远 纵然如此 对方气血一爆发 整个操场都仿佛 弥漫着浓浓的血气 所有学生都止步不敢动他 仿佛这时候动一下 就会粉身碎骨 好强啊 人群中 方平心中暗精 这是什么实力 三品武者他见过 气血爆发的话 能影响到周围十米 就算不错了 中品的没见识过 可按照方平的分析 能影响到五十米也极强了 这里说的影响 只是气血沸腾之下 能让你感受到 而这种产生压迫 一次性压迫上千学生的 气血之力 简直强得超乎想象 方平都可以想象 这样的强者 面对一局普通人军队 光是气血压迫 就会让不少人失去战斗力 根本不敢动他 同学们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黄景 兵器学院院长 郭四连不用喇叭 也不用话筒 可说的话 仿佛就在大家耳边说起 校长不在学校 两位副校长 也都有要务要处理 今天由我来主持新生典礼 这话的意思 方平听明白了 除了三位校长 魔武很有可能就是这位 兵器学院院长的地位最高 可能也包括实力方面 据王金阳所说 魔武总共有四位宗师强者 这位兵器学院的院长 是不是就是四位宗师强者 当中的一位 毕竟按照方平的了解 兵器学院算是魔武最重要的 一个学院 进入魔武 我要教给大家学会的第一件事 就是遵守规矩 三点集合就是三点 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为道者 渠道者 为暗规矩列队者 统统扣出二十学分 二十学分 要人命啊 人群中 有人低声议论了一句 显然对魔武的情况有些了解 黄金好像也听到了这话 淡淡道 可能有些人不太理解 魔武的学分有多重要 我简单说一下 在魔武 三个学分可以换取一颗 普通气血丹 十个学分 可以换取一颗一品气血丹 你可以把一学分 当成一万的陷阱 也可以理解为外界的三万陷阱 因为魔武兑换比例 差不多相当于市价三分之一 这时候 连方平也不由大吃一惊 这岂不是说二十学分 能换两颗一品气血丹 市价高达六十万了 魔武承诺 一品之前的修炼免费 台上黄景继续道 可这周免费不是无限的 今生都有五十学分 也就是你们一品之前所有的修炼资源 五十学分 可以换五颗一品气血丹 市价一百五十万了 能免费给学生五十学分 绝对不算少 可一想到有些人刚来第一天 就被扣了二十学分 方平不由同情地朝四周看了看 没入队列的人不少 起码有近百人 没来的 或者迟到的 此刻铁门外站着十几个如丧烤笔的人 就是明正 这些人一下子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除非家里有钱不在乎的那种 观众席上 秦凤卿撇嘴道 院长还是这么画牢 结着个球啊 让新生们作死好了 闭嘴 明月导师呵斥一声 这家伙疯了吧 他以为院长听不到 诽谤自己就算了 武道社社长也不提他 现在连宗师敬的兵器学院院长都敢诽谤 作死也不是这么作死了吧 其他人纷纷拉开了和秦凤卿的距离 这家伙是不是被打击疯了 距离宗师不到三十米的距离 居然敢说对方小话 回头应该会被穿小鞋吧 嗯 以他们对黄院长的了解 很有可能 事实也不出所料 主席台上 黄景视线朝秦凤卿这边瞥了一眼 眼神有些意味深长 很好 最近刚好嫌魔武有些低调了 南疆五大的那小子都敢去横推北方 让秦凤卿去试试看 也不是不想 观众席上秦凤卿打了个冷战 好浓厚的恶意 恶意满满的那种 黄景也不管那些被扣学分的学生 继续朗声道 魔武见校时间不是很长 至今五十九年 这五十九年来 魔武走出了无数学子 他们抛头颅洒热血 才有了如今的魔武 才有了你们的现在 进入魔武 不是让你们享受生活 也不是让你们高人意等 在魔武 首先你们要认知到一点 付出多少 才能收获多少 武者是什么 不是势强凌弱 不是七行八势 不是政治前客 武者是这座城市 这个国度 这个世界的守护者 我们很伟大 也很渺小 也可以说是悲哀 如今的你们不懂 也不需要去懂 终究有一天 你们会明白 进入魔武 不是你们人生巅峰的开始 也可能是悲剧的开始 但是 既然你们不甘于平凡 不甘于积极无名 那就做好这样的准备 既然进了五大 那就要学会去争 争取让你变得更强大 更优秀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黄景的声音在整个操场传道 魔武没有太多的繁文入节 但不代表没有任何规矩 该遵守的规矩 一定要遵守 同样 魔武也会给大家表现的机会 该表现的时候 要学会展示自己 入学典礼 不复杂 很简单 大家彼此认识一下 导师们认识学生 学生们认识导师 在魔武 认识彼此的方式也很简单 黄景说着 侧身道 台上 现在又来自四大学院的十二位导师 诸位 和你们即将要带的学生们 认识一下吧